美国衰败至此,真是万万没想到,大国的衰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中国是经历过的,也正是因为中国经历过,中国人对近代历史上,中国衰败过程的刻骨铭心,让大多数中国人都能看得清楚,大国衰落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样子,也正是因为中国经历过,刻骨铭心过。 所以当年苏联否定斯大林的时候,毛主席断言,苏联未来将会卫行上天,红旗落地,几十年后东欧巨变,苏联分崩离析,中国人在看了苏联崩溃之后,现在又在看另一个超级大国,正在走向崩溃,其衰败之快,细节体现之突出,真的是盖都盖不住,咱们普通人都能肉眼可见,坦率说美国衰败这么快, 这是任谁都没想到,美国衰败,最近在航空航天上体现的淋漓尽致,航空方面,美国波音飞机左一个事故又一个事故,虽然事故有大有小,但却体现出来的是波音在质量把关方面非常粗比, 譬如飞机飞着飞着门飞没了,原因是飞机出厂时,可能忘了上螺栓了,可能有人会惊诧,制造飞机这么流程严密的工作,怎么可能忘了上螺栓? 但是只要大家了解到波音公司制造飞机的工人,能在车间稀释大麻,就应该明白,飞机门上出厂缺四个螺栓,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,波音公司堕落成这样了,内部就有正义人士看不下去了, 在波音工作32年,担任质量经理的巴尼特上任后发现,波音的质量管理形同虚设,这位负责的波音老员工,基于职业精神,不断向公司管理层汇报生产过程中严重的质量问题, 正常的话,波音管理层是不是应该立刻重视起来,然后赶紧改进打补丁,然而波音公司管理层不但对此置之不理, 后来实在不厌其烦直接勒领巴尼特提前退休了,巴尼特气不过,于是开始向美国联邦航空局实名举报波音,美国政府于是对此展开了调查,经过调查,美国联邦航空局做了89项质量审查,结果竟然发现33项不合格,其中仅仅不合格的零部件就有97个之多,作为揭发波音质量问题的巴尼特誓言会继续举报, 结果话音未落,今年3月9日他离奇失踪,后来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卡车里,后脑勺中了6枪,最终被判定为自杀,事实上巴尼特也预感到了自己的危险,所以他早早就明确表示,自己不会自杀,如果自己被发现死亡,那绝对不会是自杀,然而他哪怕这么说了,最终依然无法避免被自杀, 其实看一下现场情况就能明白,一个人自杀对着自己后脑勺开6枪是怎么做到的,一枪下去还有能力再开5枪,如此明显, 美国警方竟然将其定性为自杀,你说这不是神奇的国度吗?如果说波音的吹哨人死一个是巧合,那么短时间内死两个呢? 巴尼特死后一个多月的4月30日,另一个揭露波音质量问题的供应商质检员也死了,年仅45岁的迪安最终死亡原因,被定性为突发疾病, 迪安曾向美国航空局举报本公司管理层,向波音提供配件时,存在严重不当行为, 两名吹哨人死了,死得很奇怪甚至不明不白,但都被美国政府定性为正常死亡,然而更让人感到打脸的是, 波音的CEO卡尔霍恩在6月18日,接受美国国会听证会时表示,波音内部对那些吹哨人实施过报复行为, 这种话他敢有恃无恐的说出来,其实就是公然威胁,意思是谁敢再举报就是这样的下场, 看到这里,大概就不难理解最近发生的另外一件事,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,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6月21日表示, 波音公司发射的新型载人飞船星际客机,搭载其首批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的时间,将再次推迟,原因是技术故障, 波音公司的所谓星际客机飞船,名字起得够酷炫,但这个酷炫的所谓星际客机, 在起飞前就出了问题,是勉强起飞,或者说是为了面子强行起飞, 星际客机飞船于6月5日,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, 由宇宙神5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至太空,搭载两名美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, 然而星际客机原定于美国6月1日发射,但因技术故障推迟, 事实上在6月1日前,已经因故障连续推迟发射,最后终于到6月5日才勉强起飞, 星际客机起飞后,就连番经历险情,在与空间站对接前的24小时内, 竟然发生了4次氦气泄露事故,28个推进器先后出现了5次故障, 最后与空间站的对接因为推进器的故障也被推迟, 最后是航天员靠手动实现的对接,好不容易对接上了, 当航天员准备返回的时候发现,飞船回不去了, 据路透社报道,美国航天局和波音公司6月21日宣布, 波音星际客机飞船返回地球的时间被无限期推迟, 已经记不得这是波音第几次推迟返回了, 因为按照计划星际客机,是在国际空间站待一周时间, 也就是6月12日就该返回了,结果现在无限期推迟了, 为啥回不来了呢?因为推进器故障, 推进器故障意味着,一旦返回就会失控, 美国的航天员就直接牺牲了,所以一再推迟, 现在美国已经有多种方案,譬如提议用马斯克的火箭, 去接航天员回来,或者请俄罗斯发一艘飞船, 去把美国宇航员接回来,但是哪种方案好像都不太稳妥, 马斯克的火箭性能不稳定, 而美国现在恐怕是没脸再去求俄罗斯了, 更重要的是,这是如果以这样的尴尬方式结束, 美国还如何领导世界, 但是如果直接失控掉下来, 那美国的脸一样丢尽, 问题是就这么长期待在上边也不试试, 不急怎么办, 航天员岂不是要挨饿, 波音荒唐不荒唐, 说起发射星际可及飞船, 可能会有人问, 既然毛病那么多, 为啥不推迟发射, 把问题排除掉再发射呢? 因为如果不赶着发射, 美国已经六十多岁的航天员就要退休了, 退休后连航天员都不够用了, 与美国航天事故一个接一个相比, 中国昨天恰好嫦娥六号飞船返回, 嫦娥六号返回起, 携带来自月球背面的土特产安全着陆,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越被采样返回, 如此壮举在中国社交媒体上, 甚至都无法再掀起太大波澜了, 因为着陆太稳健了, 是在直播中返回的, 具体位置清清楚楚, 很快一切就都搞完了, 说起常娥六号从月球背面带来月亮这事, 又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奇葩新闻, 法国航天局公布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科学研究成果, 对比了中美两国从月球带回的月亮样本分析数据, 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相似度极低, 甚至不到25%, 这一发现不仅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, 也激发了公众对于月球探索, 及其地质成分的深入讨论, 根据报道,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, 中国的月亮样本显示出极其丰富的成分, 其中包括了水的存在和玻璃状颗粒, 相比中国, 美国给法国分享的月亮样本成分, 则显得非常简单, 相关元素只有个位数, 这差异引发人们对于月球成分多样性的深入思考, 月球作为一颗已经死亡的星球, 其表面理应缺乏剧烈的地质和气象活动, 因此理论上讲, 月球不同区域的土壤成分, 应该具有较高的相似性, 然而中美两国带回的月亮样本, 却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, 这确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, 结合近几年大家对美国载人登月, 真实性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多, 现在大家又开始质疑美国月亮的真实性了, 到底是月球就是不同地方不同的地质情况, 还是美国根本没有采集回月亮, 或者美国提供的月亮是假的, 一切都需要进一步证实, 这次中国从月背再取回月亮, 我们就知道美国的月亮是不是真的了, 到时候再分给法国一些, 让法国研究一下,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,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, 当你衰败之时, 一切都会和你作对, 哪怕是你自己国家内部也是如此, 看看就这最近的一系列事件, 是不是让人匪夷所思, 是不是看到了大国耻目, 最后善意提醒一下以色列, 早做打算吧, 美国靠不住了, 对, 我能在上面的地方, 寻寻一下, 我能在这里, 那一切都会和别人了, 我不想什么, 所以你会给自己该读的, 要这样的地方,